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轻三行剧组已经在三月份重新开机 部分群演在拍摄中称自己还看到了杨子进组 至于杨子重拍了多少戏份 群演并没有吐露 轻三行可以说是一部大制作剧了 特别是制作团队中的林玉芬导演 是古偶市场中封碑的存在 由他指导的花千谷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最玲珑等剧都是现象级爆款剧 如今这部青三行 自然是备受期待 这部剧主要讲述的是 锦都府引黄敏一家惨遭灭门 只有小女黄子霞误为凶手寒冤出逃 后来她逃往北岩 向魁王李淑白求助重审灭门案 作为剧中的女主演 杨子可谓是影视剧中的流量担当 由她主演的许多部剧 都成了时下爆款 从天球到香蜜沉沉浸如霜 再到暑气档的沉香如蟹 杨子的实力和演技 是得到了观众的一致认可的 尤其是哭戏 她的哭戏很容易让人共情 虽然目前有消息称 青三行会在明年跟观众见面 但这个瓜的可信度 还有待考究 而就算是真的重播了 大家认为谁能担当该剧的男主角呢